2021年1月6日,远古祭司,银河存有,星际门户及人类重生,传导,莫尼克马修,译者,卢颖。 几千年前,地球人与银河存有是有联系的,那些银河存有的使命是帮助地球人,尤其在发生重大灾难时,他们来尽力重建这个世界上的社会与经济生活,教给地球人艺术、建筑、文化、雕塑,特别是让地球人知道自己之所事。 他们帮助地球人建起了巨大的庙宇,在墨西哥、埃及、中国及苏美尔文明所在地。 这些存有几乎在地球各地都开启了门户,他们就隐藏在宏伟的古迹中,像金字塔那样的宏大建筑往往不仅是入门地点,还是通往我们宇宙其他世界的门户, 借助这些门户,从地球去外星或是从外星来地球都非常容易。 曾有过许多伟大的文明传播者,如来自猎户座、天狼星、卯星团和金星的存有们。 金星向南美洲和埃及都派出过很多文明传播者,他们也帮助过苏美尔人,甚至中国人,那时还不叫中国。 后来这种联系被有意切断了,因为得让接受了必要帮助的人们独自设法摆脱困境并继续体验自己的经历。 莫妮克,我来描述一下这位祭司,他的皮肤是浅褐色的,穿住垂到膝盖的白色长衣,脚上穿住白凉鞋,用细绳网上交叉住寄到膝盖。 他一只手里拿着带顶环的十字,和埃及人的那种不完全一样,头上戴着帽子,帽子上有一些像是羽毛的东西。 他对我说,当初这帽子是个能量库,能聚集来自我们太阳系所有星球的能量,也包括太阳的能量和存在于地球母亲大气层中的能量。 刚开始时,我们这些人对生命怀有无限的敬意,那时我们生活在和平之中,很清楚银河兄弟的存在,我们不断与他们交流,至少最初是这样。 银河存友们离开后,他们必须离开,好让劫后重生的人类能够进步,领悟不再犯错,人类的后代还是犯下了错误。 他们狂热崇拜我这位祭司,也狂热崇拜领导者,特别是来自其他星球的存友们,他们完全逆转了进程,他们改变了我们用来接收能量的所有装置的方向,通过杀生来献祭。 他们非但不与圣光连接,还不知不觉与黑暗势力连接了起来,他们献给神灵的祭品全都献给了暗光。 当我们,各文明的祭司、教室,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也看到了在门户被开启的那些地区,我们的教导怎样被歪曲,因此我们关闭了那些门户,好让暗光无法行动。 在埃及、苏美尔文明地区、中国、南美洲、世界各地的门户都关闭了。 我来对你们讲这些事为了告诉你们,所有这些门户都将被重启。 尽管有些庙宇已经被毁,或是由于植物的生长,或是由于某些人的愚昧无知,但那些门户没有被毁,因为它们不在外面,而在里面,在地下很深的地方。 不管是埃及的金字塔、墨西哥的太阳神殿,还是许多已不复存在的庙宇或庙宇遗迹,都是如此。 未来的人类将发现这些门户,因为我们会向它们揭示出来。 我曾在玛雅文明极远早于该文明的时期生活过,我将和其他存有一起回来以某种方式帮助你们,因为你们将需要这帮助。 你们正处于这极为神奇的周期中,在这个周期,人类将在振动、肉身、意识方面发生改变,那些门户的开启会在适当时候帮助你们。 莫妮克,我看见她拿着一根发光的权杖,好像是金的,上端那个十四顶环中似乎有颗钻石或水晶,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固定在那儿的, 它和那个圆环之间看不到丝毫连接。 它对我说,它是借助一种特殊能量固定在那儿的,你们不了解这种能量也意识不到它,正是这种能量让人们能够建起金字塔和那些妙语。 它以某种方式消除了所有石头的重量。 尽管我们族群中从未有人和这位灵媒沟通过,但我今晚还是来这里现身了。 我想告诉这位灵媒,其实很久很久以前,远在玛雅人和奥尔迈克人之前,她也曾在我们族群中生活过。 我来见你们是想对你们说,要有勇气和耐心,你们已经走完了一多半路程。 即便还有灰心,疲惫的时候,还有向后退缩的情绪,甚至还有放弃的想法,这也都是你们转化过程的一部分。 重生总是痛苦的,你们在这个奇特时期所经历的重生,是灵魂在物质中所能经历的最美好的重生。 你们能在这大转变时期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很幸运的。 迄今未止,没有一个转生于肉身中的灵魂能像你们这样幸运地经历这伟大的周期,巨大的转变。 在这场转变中,无论是转化的能量,照亮你们肉身的圣光,还是你们从宇宙中接收的圣爱都非常巨大。 你们将感受到那圣爱的振动,并在自身最深处越来越强烈地体验到它。 这宇宙圣爱将与你们内在神性的圣爱融合起来。 这种融合将是转生于肉身中的灵魂所能感受到的最大欢乐。 没有任何欢乐能与之相比。 这种融合只会持续很短时间,因为在物质身体中你们难以承受。 不过这融合即使只持续一秒钟,你们的整个肉身也将得到升华。 它在振动和圣爱方面将与过去完全不同。 所有高层存友都非常关注行星地球。 你们整个太阳系及整个宇宙的这场周期转变, 所有指导国你们的圣光存友和指导灵都在你们近旁。 现在我向你们告辞,我要回到一颗圣光行星上去了。 我只是将自己之琐事投射了过来,因为我想跟你们谈一谈, 想告诉你们,要有勇气和信心,你们都渴望成长, 那就要始终有力量、勇气、信心和圣爱。 这些是成长所必备的东西。 愿我的圣爱陪伴住你们,无论你们在哪儿,无论你们去哪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Vogumms